不知道現在大家有沒有女朋友 如果這一刻你們有的話 反正很快也都會有的 沒事 然後你們總會有一天 要幫女朋友討耳朵的 接下來 作為一個職業討耳的人 我來跟大家傳說一下 怎麼樣讓女朋友 發出舒服的隱隱隱 嗚嗚嗚的聲音的套兒 為什麼會有不好的預感啊 你們要相信我 我天天都在幫你們套 然後我有問 我的技術怎麼樣 我的技術怎麼樣 你們還沒點筆書嗎 首先 這女朋友耳朵有點黑 不要在意這些細節 首先呢 首先呢 一般我們都要有一個 簡單 簡單的 預熱前夕動作 可以先輕輕的按壓一下 他的 耳朵 而且 很快 很快 這個 然后 因为一般是这样的 就第一次被变掏耳朵的时候 大家的第一次都会很紧张吗 他也不知道你的水平跟功夫怎么样 他会很怕你伤到他或者弄疼他 这时候所以你一定要不要心急 不要急着很快的就 我们要 我们要就是 慢慢的先让他放松下来 让他把筋背放下来 再次后 啊 这个待会再说 可以 试试的 可以试试的敲一下 在他附近 都触碰一下 选择那根手指是你们的事情啊 不要 不要完全找到我的 然后 如果 如果 如果你们发现 比如 你们这里的没事 对吧 你们到这的时候 会紧张一下 或者触动一下的话 就说明这个时候还不适合直接 直接开始 但是 他还是有点害怕 所以 你才 你才 你才多 耐心呢 是 孩子 你哭什么呀 然后 实实的 吹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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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千万不要就是 就是吹着吹着吹开心了 然后吹出节奏 比如像这种 千万不要这样 这样的话就整个氛围都没有了 特别是第一次的 所以氛围很重要 一定要温柔一点 然后不要嚣张 千万不要像我这样 然后轻轻地 现在你们在听的是 就是我在教大家如何帮未来的或者现任的女朋友掏耳朵的教证 不用记笔记 我经常会说这个教证的 不用记笔记 表面掏耳朵 不是不是 就是就是个掏耳朵的教证 在门口轻轻地转一转 我知道吗 就我是个女孩子 但是呢 我直播间大部分的观众都是 都是那个 都是 有着一身满力包袱的大孩子 让你们一直这么轻轻地转一转 蹭一蹭 就你们肯定也不爽 对不对 我很想来一个暴力的 套儿 先别急 等一下 蹭脚趁实用于 蹭耳朵 我再冲伸一遍 还有两边都转一转 谢谢妈你的信息 然后呢 因为这个时候 你们一直在耳朵外面嘛 并不能就是真的完成 套儿朵的需求 你只是一直在外面蹭 你不算一次合格的套儿朵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慢慢地试试看 进去一点 进去一点 出来一下 这样的主要是让她 让女朋友喜欢这个 套儿朵进去的 进到那个位置 能进到多少 不能一下子进去 万一 万一 这边进去 这边出来了 对吧 对吧 所以 所以我们进去点出来一下 再跟进去点出来一下 这样 我就很不服气 我先问一下弹幕的 我的这一连串的表述 有哪一个单词 无了 有哪一个字 也无了 你们不能这样污蔑我 这是个认真的套儿朵教学 如果觉得我无了 请你拿出实锤 好呢 为了减少第一次敏感度 套儿的敏感度 我们这时候可以试试 进去出来的速度加快一点 你们这些老乌龟 什么东西都能捂一下 你们的想法很危险 好 我要加速了 然后你们这个时候进去一点到底了 会有感觉的 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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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有到底的感觉 比如像这样 OK 然后再套儿边问一下 小宝贝 我可以进来的吗 不对 这是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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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儿 棒棒 可以 开始 进来的吗 可以开始套起来的吗 可以开始套起来的吗 不要害怕 把自己放松一点 交给我 我是个完全可靠的 我是个完全可靠的 你跟他说不要害怕 害怕就找个东西抓住 然后你给他个东西抓住 比如给他个衣服脚还是什么的 然后呢 给他个衣服脚 让他抓住 跟他说 害怕你就拽住 拽紧一点 不要害怕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的女朋友应该已经放松了 我发现有延迟 我把伤头重开一下 然后我们要开始进入阵梯了 我把伤头重开一下 它有点延迟了 诶 我不是要上 怎么回事啊 我的伤头掉了 稍等一下 教学还在继续 我跟你们说 你们就不应该问这种 什么叫还没开始整体啊 心急吃不了 哦不对 心急逃不了 软耳朵 好不好 不能那么心急的 回家坏人家的 一定要耐心 前夕一定要做做 嗯 这个时候呢 你需要准备到 就是 几种 软硬不一样的 道具 在整个过程当中 就 就不可能都保持一样的 那个 那个 就是 对 所以 比如这个 就比这个要 要硬一点 然后短一点 哎呀 非需啊 还有一组 嗯 我现在要拿出的 这个 两个化妆刷 你们有可能会 没有 但没有关系 有的话 就可以试一下 现在我们要做的这一步 叫 叫 边缘试探 边缘欧比 对吗 现在要做的是 边缘欧比 嗯 痴探 底清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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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边缘欧比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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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不要那么急的 急着静止 嗯 嗯 嗯 当然如果以后 嗯 嗯 经常 经常 那个 帮女朋友掏耳朵的话 就不用那么麻烦了 就可以直接 因为她已经信任你了 但第一次 千万要记住 不要嫌弃 边缘欧比一下 嗯 诶 这里 我就很皮 我这里掠一下 这里掠一下 这里掠一下 你知道 现在这种做法呢 有可能 你们有耐心的 动掠一下 洗掠一下 然後呢,這個時候會發生一個驚慌 對,有點靠近了 但是,我就不進去 然後呢,過一會兒你的女朋友就會對你說了 你還是直接進來吧,你不要亂戳了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拿出你的套兒棒了 就可以拿出你的棒棒 因為你女朋友肯定會心急的 你不要戳了,你就直接進來吧 就可以順利成長的拿出你的棒棒 而不形成任何法律責任 不形成任何法律責任 我們一開始先進去一點 感覺到阻撓了嗎 這個就是到底了 就是,你們盡量不要每一下都 都到底,因為耳朵會痛呢 耳朵會痛呢 過程很重要 看到沒有,每一下就很不好 所以一般呢,我們選擇就是 就是,呃,就下在外面 然後一下,那個我們一般 掃耳朵的頻率是這樣的 像這樣 1,2,3,4,5,6,7,8,9 當然你們也不用在過程當中在面上說 比如說你們一邊,一邊動 一邊1,2,3,4,5,6,7,8,9 這樣會給女朋友一種就是 嗯,你,你是不是個新手啊 你在,你在拿我做實驗嗎 千萬不要喊出來 喊出來就,就很慘了 你們可以在心裡 嗯,你們要我露這一段 這,今天過了下一次露不一定是這件台詞啊 我沒露啊 嗯,我待會兒找找我的直播錄像裡 我沒找到這個 找到的話,我把它剪一下吧 我知道,知道有些,有些內容 因為這個教程比較複雜 一次可能,不一定能學到精髓 我盡量看看能不能 能不能,能不能來投稿了 你們可以經常來學習一下 現在呢,我們要做的是 讓你進去 然後在裡面轉一轉 然後在裡面轉一轉 為什麼過不了聲啊 一個踏耳朵的視頻有什麼過不了聲呢 連耳朵都過得了 我踏耳朵的視頻憑什麼過不了啊 好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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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在加快速度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你会累 有点颤抖 因为它是忍住 为了让女朋友有一个很爽的 很舒服的掏耳朵的感受 一定要忍住 坚持下去 坚持下去就是胜利 如果你坚持不下去 日常就要多运动 那么早点睡多运动 早点来看我的直播睡觉 我们换一遍 现在药不行 你偷耳朵用药的吗 接着 第一个 接着三绝 尝尝海边复 尝尝 尝尝在那个 你們,你們才覺得就是忍不住了堅持不下去的時候 就想一些,你們就不要想啊我堅持不住了 想一些其他的東西 想像,想像鋼鐵俠啊,什麼的 想像神奇海洛啊,像豬佩奇啊 你們就能堅持下去,不要把注意力集中在 我做不下去了,不是,我逃不下去了 兩邊一起啊,看看一下 不過那個,你們在幫女朋友掏耳朵的時候 只好一邊一邊掏,不要兩邊一起來就 那就很奇怪 還想我繼續掏嗎? 求我呀 這時候就可以,對吧 小情侶之間的笑話就可以說起來了 還想我繼續掏耳朵嗎? 吃我呀 然後,就這樣一直動到你女朋友跟你說 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我要 我要龍 到這時候你們就知道了 一直這樣下去,你女朋友跟你會跟你說的 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人家要龍了 你就要放慢速度了 不對,不要放慢速度 繼續這樣掏下去 為什麼? 因為女人的BB是很恐怖的 你把女朋友掏龍了,以後她花就會少了 所以如果她跟你說,不行了,不行了,我要龍了 你要堅持下去,繼續掏,繼續掏下去她就龍了 對,不行了,不行了 對,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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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flooding還有,做出來了 對,不行了 太好的,不行了 真的 legacy 還不難走 對, навер начина 基本上呢 在就是 在 从前奏 到一个猛烈的过程当中呢 要注意的事项就是这一些 还有一种是 不过大部分是用不着的 还有一种情况呢是 你不要太紧张或是怎么样的话 我需要一些这种 润滑的那个 就是他会需要你先蒙的耳朵按摩一下 或怎么样的话 所以我们也先把主播经常会用到乳液啊 凡事零啊什么的 就 你按耳朵的时候会效果比较好 然后 直到耳朵淘完之后呢 这还不是结束 这不是中 这还没结束呢 你们还可以换一些其他的道具 比如这个 因为 不同的 那个进入耳朵的 感受是不同的 你们可以换个道具 继续来 如果你觉得用自己的 累了 用自己的棉花棒累了的话 可以换个道具 继续来 用自己的耳朵 什么叫有没有电动的 首先 他耳朵的怎么可能是电动的 这个问题问的就很奇怪 其次那么烂吗 自己来不行吗 为什么要让电动的来啊 这是你的福利时间 帮女朋友他耳朵 是你的恩赐 为什么要让电动的来 来便补一下 可以把面膜綁在電動牙刷傷給你有到耳朵嗎?不可以 盡量收回你們這些奇怪的想法 你要知道這是一個就是你掏和背掏這是一個互相互相的過程互相處理跟受理配合的過程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過程不要讓別的東西來取代你 這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而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就是我的尖叫聲 先收拾一下身形 先收拾一下身形 宣 hospitalized 2 一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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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不僅想堅持 我現在已經回答關於他耳朵的問題 好嗎?這種什麼道道想要 這種問題不要拿出來 這個不是這次他耳朵的教程裡面會回去回答的問題 可以把舌頭伸進去刀嗎? 當然我也聽說有人是這樣掃耳朵的 我是一個真經的主播 我正在跟大家說的是比較常規的掃耳朵的辦法 也當然我知道有這種操作 這個就看個人訊號了 我這裡只回答常規的 還有一種呢是比較 這個 這個套耳上的小皮下就比較硬了 小心一點 感受一下 好的 我這裡就回答 这个过程里面呢 节奏相比之下很重要 一进一出 一作一药的 顺时针 顺时针转转 这些都很重要 所以要很用心 你不可以边放个什么片 在边上边看边弄 这个是弄不好的 崭新一点 可以选择放一个舒缓一点的音乐 像我现在这样 可以选择放一个这样舒缓一点的音乐 但是 但是放个片什么的 边看边弄 就会分散你的注意力 我完全看不懂你们弹幕在说什么 而且我有一种欲感 如果这东西投稿了 我也会完全看不懂评论区在说什么 可以把他耳朵的过程录下来吗 因为这个是两个人之间的事 首先你要 你要那个 你要侵求你女朋友的同意 说我今天帮你掏耳朵 他能不能录下来 万一你女朋友不同意 你就千万不要去录下来 而且吧 我建议就这种这种事情录下来就两个人之间看看 不要 毕竟是两个人之间的那个生活 生活小情趣嘛 对吧 还是你问的是 你说的是我这一段能不能录下来 我这一段能不能录下来 我是不是 我会了是吗 你说的是我这一段能不能录下来 我倒是下播看一下 这一段有没有自动录下来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sorry 因为有些人是有种爱好的 看看什么时候都要录下来 他耳朵我们就 就差不多那个 等一下 又有颜值 我把这个再装看一下 接下来呢 你们先别走 事还没完呢 哪有那么简单 这个时候我们 你不能说 淘完就完事了 最后最好再有一点后续的 比如 我喜欢 在淘耳朵之后 给直播间的 小伙伴们再按摩一下 这就是 有种 谢谢 哦 你